田金絲侯的皮毛以灰黑白色為主,頭頂掌有尖形黑色棺毛, 碎耳形是一對特別厚的粉色水唇。由於臀部呈白色,有人叫田金絲侯是穿白短褲的猴子。 田金絲侯被稱為世界上最美麗和高貴的猴子,它只是棲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針葉林大,是全球猴類棲息地海拔最高的種類。 在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的白馬雪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, 正是中國特有珍稀瓶藝物種田金絲侯的棲息地。 田金絲侯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,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紅色名錄中的瓶藝物種, 分佈於金沙缸和蘭倉缸間面積大約2萬平方公里的合宅地帶, 和大熊貓一樣並列為中國的國寶。 田金絲侯是中國雲南西藏的特有物種, 住在村寨的村民以前為了生計,村民們只能上山打獵維生, 一度令田金絲侯的數量大幅減少。 上世紀60年代之前,由於嚴重缺乏保護意識, 大約有70年,田金絲侯的棲息一度完全消失, 大家一度以為這個物種已經滅絕。 直到1983年,中國成立了保護田金絲侯及棲息地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, 是內地海拔最高,面積最大的白馬雪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。 獵殺田金絲侯的現象消失,當地的村民們招聚組織成為巡捕員, 在山上守護這些雪山上的精靈。 村民們採用一個人守護一個田金絲侯家庭的方式, 有村民專程將食物帶到山上維養, 好像養小孩一樣照顧每隻田金絲侯。 有些巡捕員一養就是二、三十年, 而且將責任交托給年青一代。 除了成立巡邏隊,防止棲息地進一步流失, 對田金絲侯的生存智慧為關鍵, 退行措施降低當地伐木率以及大量植樹, 重建田金絲侯賴以為生的森林棲息地。 當行措施聯手守護起到很好的保護效果。 幾十年過去,白馬雪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 已經存留8個田金絲侯總群, 大約1,500隻田金絲侯, 佔中國田金絲侯總群數量的七成。 最新統計,中國的田金絲侯總群數量增加到24群, 數量增加到3,800多隻。